提起僵尸片,很多人立马想到林郑英和钱小豪,但这部电影既没有林郑英出演,也没有钱小豪出演,却被很多网友认为是僵尸片的巅峰,他就是僵尸叔叔。 故事是这样子的,在一座风景秀丽的深山之中,师傅让阿乐去打水,他却在湖中游泳捉鱼,这时背后传来了一个老头的声音,阿乐。 阿乐以为是师傅来惩罚自己,吓得大惊失色赶紧跪下,但转身一看,阿乐笑了,原来是外出云游多年的一修大师回来了。 一修看阿乐已经长成了大小伙了,决定给他介绍一个新朋友,并让阿乐回去换一身最帅气的衣服。 换过衣服呢,阿乐觉得自己帅过刘德华秒杀钱小豪,就像每个男人在洗澡时,都觉得自己天下第一帅一样。 阿乐主动去结识新朋友,一把抱住了他,结果新朋友是个女的,阿乐不可避免地挨了一顿毒打。 原来这个新朋友叫晶晶,她是一修的女徒弟,长得那是眉清目秀,十分的好看。 晶晶很生气,直奔门外,拿起砍柴刀,一修一看慌了,告诉阿乐。 两人配合演艺出苦肉计,阿乐也答应了,结果一修下手越来越狠,阿乐可被打惨了。 晶晶看穿了两人的计谋,破了一盆冷水,生气地走了。 另一边,阿乐的师父四目道长赶着一群僵尸往家走去。 但是这一届的僵尸太难待了,十分地调皮,四目吃了不少苦头。 再往前走了几步,突然出现了一名女妖。 女妖身出十米长的胳膊偷走了一具僵尸,四目发现后赶紧追了上去,成功夺下了僵尸。 随后,四目拿起剑就想除掉女妖,女妖使出美人气,这才发现女妖神似纳英,赛过刘嘉玲。 等四目刚冲上去,女妖就暴露出了原形,原来是一只狐狸精。 狐狸精动手想要杀了四目,四目也早有防备,戴上小眼镜震慑住狐狸精。 最后,四目更是双眼放出激光,被狐狸精躲开了。 四目扔出宝剑击杀了狐狸精。 第二天早上,四目就带着这批僵尸回到了自己的家里,一袖就带着金金前来拜访。 这一个和尚一个道士地相处下来,四目很讨厌一袖,处处和一袖作对。 两个加起来有一百多岁的老头像三岁小孩一样打来打去,就连吃饭的时候,金金和阿乐也只能躲在一边。 经过几天的相处,从没见过女人的阿乐,渐渐喜欢上了金金。 两家的房子安在一起,阿乐就做了一个传声筒扔给金金。 两人通过传声筒谈起了恋爱。 第二天一大早,一休起床就开始念经,四目被吵得死去活来。 四目用椰壳、小碗、棉花、灯芯堵入自己的耳朵,完全没用。 一怒之下,四目抱着自己的全部财产来到了一休家里,他想把一休的房子买下来,然后把一休从这里赶出去。 但是一休坚决不卖,四目刚想生气,转身看到一休的泥娃娃。 泥娃娃是按照一休的样子捏的,四目就请求一休送给他。 一休爽快地答应,然后竟请求一休按个手印,一休也答应了。 四目拿着泥娃娃回家后,就削掉了手印,点燃了道符,并把道符的力量涂抹在稻草人身上。 就这样,四目控制了一休。 四目做一些奇怪的动作,一休就会去模仿,他已经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,拿起老虎钱拔脚了自己的大牙。 晶晶看师傅有些奇怪,拿起大蒜塞进了一休的嘴里,破解了法术。 一休也猜到这一切都是四目干的,拿出自己的法宝找到了四目,把四目的灵魂吸进法宝之中,再把灵魂放进布娃娃之中。 随后晶晶拿起布娃娃,绑在火箭筒上,点燃火箭筒,把四目撞了个王八翻身,两人也就扯平了这件事。 随后,安乐找了一缸油给四目喝下,才解了法术。 本来平静的日子过得是相当舒服,直到一名道士带着一队人马来到这里,道士叫千鹤道长,他们还带来一口黄金棺材,十分豪华。 四目问千鹤为什么不把里面的僵尸烧掉,千鹤说,里面的僵尸是边疆皇族要运往京城等候皇上发落。 两人聊完,千鹤带着人继续赶路了,晚上,突然狂风大作,暴雨来袭,棺材上的木线被破坏了。 此时帐篷安扎完毕,千鹤请求先让棺材进去,但吴丸侍郎却不同意,带着小阿哥先进去了。 这时,天空披下一道闪电,正好披中黄金棺材,棺材开始发生变化,里面的僵尸想要挣脱出来。 千鹤赶紧命徒弟用大麻绳捆住了棺材,但僵尸力大无穷推开了棺盖,还是挣脱了出来。 僵尸刚醒来就抓住了一名小道士,直接咬了它。 小道水痛苦不堪,和僵尸一起掉进了棺材之中。 千鹤和徒弟们赶紧救人,三名徒弟拿出捆尸锁,捆住了僵尸。 僵尸无法动弹,千鹤掏出宝剑刺激僵尸的腹部。 在打斗中,千鹤的胳膊也被抓伤。 千鹤掏出一码糯米,放在伤口,防止湿度扩散,接着僵尸打费了三名小道士。 大内高手一看僵尸这么嚣张,拿起武器就把僵尸砍倒在地,但僵尸刀枪不入毫放无伤,三名高手瞬间被僵尸干掉。 僵尸爽进帐篷,小阿哥拔住匕首就冲向僵尸,起过僵尸抓住。 吴婉看到小阿哥有难想去救人也被抓住。 千鹤收上来,用糯米捂住了僵尸的眼睛。 吴婉抱着小阿哥趁机逃走了,千鹤却被僵尸咬死了。 吴婉一路逃跑来到了一休和四目的家里。 一休把两人接近屋内,发现小阿哥身中尸毒随时会失变。 一休就让晶晶给他疗伤,而一休和四目赶回去救千鹤, 等他们感到发现千鹤已经尸毒攻心,马上会变成僵尸。 千鹤用匕首自杀了,四目就用符咒烧了他的尸体。 另一边,吴婉也已经中了尸毒,却不敢告诉他人,但他的身体却开始变化。 这时,三名大内高手变成了僵尸,来到了这里。 他们想袭击阿乐和金金,两人开始和僵尸展开战斗。 但三名僵尸十分灵活,两人根本打不动只能逃。 关键时刻,乌婉也彻底失变,阿乐和金金也伪装成僵尸,想逃出去。 结果,被三名僵尸拆穿,金金也被僵尸咬了屁股。 阿乐怒了,掏出桃木剑,刺刺了两名僵尸。 这时,四目正好赶来,回剑砍下了另一名僵尸的脑袋。 乌婉也死在了四目的宝剑之下。 回家后,阿乐浑身试伤,只能用糯米水洗澡救命。 四目放了几条蛇进去,让阿乐用来搓澡。 深夜,老僵尸突然袭击了依修的家,依修的法宝根本对付不了他。 四目感到,想用宝剑攻击,发现也不起作用。 两人开始联手对付老僵尸。 发现老僵尸已经成精了,扶住无效,佛珠也无效。 两人只能配合,一翻拳脚,老僵尸被猛揍了一顿。 老僵尸一看,好汉不吃引擎盔赶紧逃走了。 另一边,阿乐害怕老僵尸闯进来,在地上涂满麦芽糖。 老僵尸却突然冲地板,钻出,抓住了阿乐。 精精赶紧赶过来帮忙救了阿乐。 老僵尸闯进来,想要咬了两人。 阿乐和精精他们想要逃走,却被麦芽糖粘住。 老僵尸追上来,也被麦芽糖粘住。 阿乐赶紧抱走了小阿乐。 精精脱下鞋子,跳在了阿乐的背上。 老僵尸也学会了这一招,也跳在了精精的背上。 阿乐一用力把老僵尸摔在了麦芽糖上。 老僵尸的整个身体都被粘住,阿乐他们就趁机逃走。 这时一休和四目拿着宝剑就冲了进来,也被麦芽糖粘住了。 四目的大宝剑砍在老僵尸身上,直接断掉了。 老僵尸扑上来,散着扭打在一起。 随后,阿乐用糯米水泼在老僵尸身上。 老僵尸被击退。 老僵尸怒了,冲上来抓住了阿乐。 一番扭打,把阿乐扔飞了。 等老僵尸再次冲上来,四目飞起一脚踢飞了它。 老僵尸起身咬住了四目,随后又开始攻击一休。 四目趁机拿出了大大宝剑,挥动大大宝剑就看老僵尸。 结果大大宝剑也断掉了,真的是不堪一击。 老僵尸再次攻击四目,四目脱掉衣服正脱逃出来。 随后,他来祭拜祖师爷,请求祖师爷上身。 紧接着四目浑身一哆嗦,祖师爷上身成功。 四目顿时变成了又高又壮的硬汉。 身材堪比是瓦兴格,四目抓起老僵尸就是一顿暴揍。 老僵尸根本毫无还手之力,像小鸡一样被扔飞了。 老僵尸看四目这么猛,吓得躲进墙角。 四目刚想上前,却踩中了摔碎的碗。 身上泄了气,身体也吸了下来。 老僵尸一看机会来了,再次冲上来。 正好被阿乐和依修用网接住,老僵尸被困住了。 四目命阿乐拿了毒药,让晶晶一瓶瓶灌进老僵尸的嘴里。 这时身后的一条蛇爬了出来。 四目说蛇已经喝饱了糯米水,让把蛇塞进老僵尸嘴里。 晶晶结果把蛇塞了进去,老僵尸挣扎地跳了起来,开始浑身爆炸。 一会儿的功夫,老僵尸倒在了地上,死得那是相当惨。 本期互动话题,测试老僵尸要咬你,你选中的人物能救你吗? 手机截图或按下暂停键选中图片,告诉我们你的答案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